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个视频咱们来讲一下树王沟的例子 第一个圆 圆呢一定要注意好 它的中心线 在竖线偏左 你看 然后下面这一横 出来一点 右边呢不要太长 右边也会出一点 但是出的稍微小一点 这个撇呢你看 在这个横 这个横的中间 大概在这个横的一个中间 也就是说第二横的中间 在这儿稍稍偏这一点 你看 这是横出来 撇出来撇的角度注意 45度角撇出来 小肚子 收个劲 小肚子收个劲 不需要太长 你看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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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概差不多的一个角度 大概差不多 下面呢一般略长一点点 好 然后一个树王沟 在中间你看 略微往里 走一点 好 弯过来 在哪弯呢 在撇 低一点点的位置弯 走着上 停 一边走 一边弹 一边走 一边弹 往上一收笔 这么就写 对吧 你看这个 基本上是 这么多 右边长一点 右边长一点 你看 一半长一点 一半长一点 不能太长 一旦太长 它整个字就显得太扁 原则它属于一个独体字 所以整体笔画一定要写粗一点 注意一下 得音 继续 再来 再来 继续